看见说说长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劫匪劫持地铁,要挟市长 最终目的却并不是为了赎金的电影,地铁惊魂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纽约中城铁路行控中心内,地铁调度员沃特正对地铁进行调配 看得出来,沃特对这项工作游刃有余 下午两点左右,南向月台北端 一名男子持枪威胁地铁司机,打开车门 随后一名同伙代替司机位置上了驾驶位 熟练地操控地铁驶离地铁站 随后地铁停在了一处隧道 沃特第一时间发现了123号列车的不对劲 立刻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系,但并没有人理他 地铁上,女列车长被迫掏出钥匙 驾驶地铁的帽子能一番操作,将车身与车头分离 随后控制地铁开始反向行驶 沃特这边依然没有放弃对驾驶员进行联系 地铁上,一名铁路警察掏出了证件 劫匪大胡子没有犹豫,举枪射击打死了他 地铁上的乘客们陷入恐慌 此时所有劫匪也都亮出身份对乘客进行控制 劫匪头目要求乘客们站到窗边 然后通过对讲机命令女列车长 将他所在车厢的乘客全部带到车站 与此同时,警察也迅速赶往现场 地铁里的枪声引起了足够多的注意 投车厢的乘客们悉数到达车站 劫匪头目又让手下的帽子男切断了轨道的电源 车厢内的紧急电源启动 头目开始联系行控中心 沃特没多犹豫便开始维话 头目很聪明,只留下一节车厢人质方便控制 沃特当即提出换人质与之谈判 不过头目貌似认准了他 车上有人质19名 头目要求沃特通知市长 他要1000万美元的赎金 全部要现朝装进普通行李箱 并且只给沃特一个小时的时间 超过一分钟就会死一名人质 事关重大,警方立刻通知市长 现任市长还有9个月就退休了 他还在重景退休后 在沙滩上享受鸡尾酒的日子 警察就来到了他所乘坐列车上汇报情况 沃特随即告诉头目已经通知市长 他告诉头目 现在所面对的是迂腐的官僚体系 所以需要花点时间来等待赎金 头目不持这一套 超时就杀人质 为了安抚头目情绪 沃特开始与之交谈 还从头目口中得知了他的名字 莱德 莱德并没有因为聊天忘记正事 他提醒沃特 还有50分钟的时间 绑匪们修好了铁路电力系统 一名与地铁上男友视频聊天的女孩的电脑 恢复了通话 而行控中心这边 也迎来了谈判专家约翰 此时距离最后期限还有48分钟 沃特将所知道的情况 悉数告诉谈判专家 站在身旁的上司当即要求沃特离开 毕竟这么大的功劳可不能让沃特抢走 弟弟上一名西装男子想要小便 莱德尊重人权 所以允许他到门口方便 他知道这是一个逃跑的借口 好在一个小男孩上前帮忙解了围 莱德重新接通了与行控中心的无线店 却发现对面已经不是沃特了 他要求与沃特交谈 但谈判专家不同意 他告诉莱德 自己是与他对谈的最佳人选 于是一名人质就因此成为了第一个祭品 60秒 如果谈判专家还不服 那就再死一够 专家怂了 立刻让人去追沃特 同事在门口追到了沃特 人命关天 沃特在倒计时前一秒回到座位 莱德对沃特的离开很失愤怒 他告诉沃特 如果再擅自离开 自己就会找到并宰了他 此时距离最后时间还有39分钟 警方此时也在通过隧道迅速赶往事发地点 莱德为什么要1000万美元呢 秘书告诉市长 实际上1000万是上限 财务局长要银行调度 国库会送来现金 每次的上限就是1000万 市长都不知道这个规则 莱德却知道 在得知已经有一名人质死亡后 市长立刻下令调动现金 此时距离最后期限还剩37分钟 此时谈判专家找到沃特上司交谈 上司告诉专家 沃特正因收受贿赂接受调查 专家开始怀疑沃特是否与绑匪是一伙的 此时距离最后期限还有32分钟 面对咄咄逼人的专家 沃特选择忍让 莱德也从网上查到了沃特的资料 却不知道他所在的车厢外 狙击手已经到位 沃特主动联系上莱德 告知他市长同意付款 莱德只提醒沃特 还剩28分钟 然后谈起了沃特的身份 沃特从底层做起 用了6年时间当上了运输主任 职责是造访制造商 来选择制造厂家 他曾造访过日本与加拿大的厂家 最后日本厂家获得了合作机会 沃特便被怀疑收受了日本厂家的贿赂 于是被降职等待调查结果 莱德要求沃特必须对自己说实话 沃特坚持说自己没有做 于是莱德的枪口又指向一名人质 5秒钟如果沃特还在撒谎 那么人质就会死 面对莱德倒计时 沃特妥协了 他承认了受贿一事 35000美金 沃特当时去日本看列车 他没有决定权 只能选出最好的列车做建议 在受贿之前 他就已经挑选了日本列车 对于后面的钱财 沃特将妻用在了自己孩子的教育费上 莱德为沃特的遭遇打包不平 他们为这城市劳心劳力 现在却成了坏蛋 莱德不同意 此时距离实现23分钟 沃特妻子打来电话 已经有警察到他家里搜索了 沃特看了看旁边的谈判专家 告诉妻子让他们搜索就好 专家来到沃特一旁 诚恳地向他道歉 然后又交给了专家一些谈判手法 此时警方也终于带着现金出发 距离最后实现还有21分钟 由摩托车护送着警车前行 与此同时 与男友视频通话的女孩 发现了通话恢复 透过男友 地上的笔记本看到了列车内部 女孩立刻通知媒体 电视上立刻播报了此事 沃特从中认出了帽子男 以前也是驾驶员 10年前因磕药 害死了几名乘客被判刑 地铁上的莱德 则是关注着股票走向 因为纽约地铁恐怖攻击 一只股票已经大跌 此时隧道内 隐藏的狙击手还在待命 他瞄准了莱德 没想到莱德对着他竖起了中指 莱德随后又联系上了沃特 他要与刚刚到达防控中心的市长谈话 不顾谈判专家阻止 市长接手通话 莱德调侃道 用他来换车厢里的人质如何 市长哑口无言 此时距离最后实现还有11分钟 押运钞票的警车 在一个路口撞飞一辆计程车 顾不得停留继续进发 此时还剩8分钟 专家开始教沃特拖延时间 他们需要B计划 以防钱不能准时达到 押运车队这边也忙中出错 在经历一个路口时 被一辆卡车撞翻 幸运的是驾驶员幸运无碍 谈判专家立刻做出决定 用摩托车继续运送 仅用摩托背着几袋线钞开始进发 然而时间显然已经赶不及了 莱德并不想听沃特的解释 一名黑人人质死在了枪口之下 大家震惊之际 隧道内一只老鼠爬进了狙击手的裤管 一口咬下狙击手阴藤抠动扳机 瞄准好的帽子男当即毕灭 这下惹动了绑匪 列车门打开 绑匪冲着外面疯狂开枪 就在场面快要无法控制之时 钱到位了 此时已经超出实现后两分钟 莱德告诉沃特可以不杀人质 但要求沃特亲自到达现场送钱 并只给了他七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再有人质受到伤害 沃特同意了 沃特通过电话与自己的亲女告别 然后坐上了直升机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 钱袋子已经装好了 临行前 一名特警教沃特如何开枪 然后将手枪放在钱袋 一备不时之需 沃特推着钱袋子 来到了莱德面前 与此同时 警方终于查出了莱德的真实身份 一名金融诈骗犯 市场当即判断出他的目的 恐怖分子能让市场恐慌 致使股票中跌 预知此事就能用小钱赚到大钱 莱德这边已经检查好了钱袋 随后让沃特驾驶123号地铁出发 隧道内的指示灯 在莱德的威胁下一路畅通 莱德不傻 他知道警方会在终点埋伏他们 地铁中途停止 莱德利用驾车器控制列车 然后带着钱袋 率领手下下车 列车继续前行 沃特则负责给莱德带路 行走过程中 沃特趁机拿到了手枪 在马上到达终点之际 跑到了一辆驶来的列车另一侧 地铁将沃特与莱德等人阻隔 绑匪门没能开枪打死沃特 只能放弃云爪继续逃跑 被驾驶器控制的123号地铁 行驶了许久 幸好在拖轨前遇到了红灯 出发了自动刹车 车上的乘客们得救了 此时莱德等人已经出了地铁口 兵分三路撤离 警方迅速包围了两人劫匪 二人不愿意放弃抵抗 举起了手中的枪 随后死在了警方的乱枪之下 而莱德此时已经坐上了计程车 并且无法掩盖自己的喜悦之情 他操控股票 使自己赚到了3亿美元 却不知沃特发现了他的行踪 开车追赶他的同时 也向警方汇报了地点 警方在到达曼哈顿桥后 遭遇堵车 无奈之下 沃特弃车步行追赶 终于在桥头位置看到了莱德 沃特举起了手中的枪 对整了莱德 警告莱德不准动 然后越过铁轨 来到莱德面前 看着不远处正赶来的警察 莱德祈求沃特开枪打死自己 否则自己就会动手打死沃特 莱德又开始了倒计时 沃特无奈 只得对其开枪 在倒地之前 莱德对沃特说道 你是我的英雄 也许莱德不想被警方抓到 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吧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地铁惊魂》 翻拍自1974年的电影 《奇节地下铁》 男主角的身份 由警长变为了调度员 该片得到了纽约市政府的支持 得以在真正的纽约地铁进行拍摄 大部分地铁镜头 也是真实拍摄的 该片所展示的劫匪 完整的犯罪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中 警匪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 而劫匪如何在长期对峙中 金蝉脱鞘 则成为影片的高潮所在 影片最大的卖点 无疑是丹泽尔华盛顿 与约翰特拉沃尔塔的搭档出演 两人在片中的一场 隔空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戏份 体现了影片的张力 该片虽然是一部翻拍电影 但导演托尼·斯考特 并没有被老板所束缚 反而在影片中 加入了诸多时尚元素 比如地铁车厢里的视频直播 莱德口中层出不穷的股市词汇 这些细节之处 虽然都是很小的点缀 但都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